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滴滴事件升級 中共打組合拳 動機核戰 中國疫苗在天制宜 新加坡不納入接種數據 華大與中共軍方合作 收集全球孕婦基因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7月7號 美國白宮發布公告說 拜登總統決定把去年川普總統 就香港局勢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延續一年 拜登在公告中說 中共最近採取的 從根本上破壞香港自治的行動 繼續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 構成異常和特殊的威脅 因此2020年7月14號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 必須持續到2021年的7月14號以後 去年7月14號 美國總統川普發布總統行政命令 要中共對壓制香港人民負責 並準備制裁破壞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 同時宣布國家緊急狀態 暫停或取消依據美國法律 給予香港的特殊和優惠待遇 新西蘭法輪功學員7月6號在首都混林頓舉行遊行集會 紀念法輪功反迫害22週年 活動主持人在國會大廈前講述了法輪功當年 在中國洪傳的盛況 以及中共1999年7月20號開始的 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 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謀取暴力的罪行 多名國會議員到場發表演講 感謝法輪功學員22年來堅持不懈的講真相 讓世人瞭解中共的殘暴 同時讚賞法輪功學員的勇敢 行動黨國會議員詹姆斯·麥克道爾說 非常感謝你們來到這裡 行使你們的言論自由的權利 這是我們國家非常珍惜的東西 謝謝你們和大家分享這些故事 它們真的很可怕 現在整個社會都聽到了你們的聲音 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眾議院 日前也通過了一項決議案 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 決議案中說 在中共發起 旨在消滅法輪功的嚴重迫害22週年之際 我們強烈譴責對法輪功的迫害 法輪功是以真、善忍價值為核心 融合了打坐、練習的精神修煉功法 我們譴責中共在中國進行的 國家支持的活摘器官行徑 鼓勵美國醫學界幫助人們提高 對在中國進行不道德器官移植的認識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日前 中共對剛剛赴美上市的網約車巨頭 滴滴出行進行網路安全審查後 又進一步發出通知 稱要打擊證券違法活動 特別加強對中概股和跨境數據流動的監管 中共這一套組合權的動機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分析報導 7月6號 中共黨媒新華社刊登了一份 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 所謂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意見 其中 對中概股加強監管、完善數據安全 跨境數據流動等內容 尤為引發外界關注 幾天前 中共網路安全審查辦公室 和國家網信辦先後出手 宣布對6月底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滴滴出行 啟動網路安全審查 勒令滴滴出行Happ下架 同時 網信辦還連續發布了對運滿滿 貨車幫和BOSS執聘實施網路安全審查的公告 這幾家企業分別是日常出行 網路貨運和大眾求職領域的頭部平臺 黨媒稱 他們至少掌握了所屬領域 80%以上的深度數據 涵蓋區域商業熱力 人口貨物流動和企業經營等情況 擁有運滿滿和貨車幫的滿幫集團 與BOSS執聘都在今年6月赴美上市 外界一度傳言 中共突然對這些平臺企業下手 是為了阻止敏感數據被美國獲取 去年 美國國會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要求所有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必須證明不受外國政府控制或持有股權 連續三年不配合檢查審計底稿的企業 必須被除牌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 美國證監會並沒有要求中國公司 提交任何額外的文件 中共害怕被曝光的國家機密 實際是黨的機密 換句話說就是你到底真的賺的錢都沒有 有沒有很好的快樂機審查 還有你的幕後老闆是誰 那這些實際上對美國企業來說 或其它國家在美國投資機來說 都是時空見慣的事情 而這個東西在中共來說 它就已經說所謂的涉及到 它自己的國家安全問題了 《環球時報》稱 絕不能讓任何一家網際網路巨頭 掌握比國家還詳細的超級資料庫 更不能讓他們隨意使用這些數據 德國媒體認為 中共會很快 從私營企業手中全面奪回大數據的控制權 用來監控社會和作為科技戰的武器 還有觀察認為 北京對滴滴等科技巨頭出重手 背後是內部權力鬥爭的刀光劍影 滴滴經過了20多輪融資 股權結構非常複雜 紙面上的股東有軟銀、騰訊、阿里等 董事成員也堪稱豪華 包括了阿里巴巴董事長張勇 博裕資本董事總經理陳志毅等人 而博裕資本、騰訊、阿里等 一直被外界認為是江澤民派系的資產 體制內人士趙女士認為 習近平是藉審查的名義打壓政治對手的圈錢 和資產轉移 現在中國有錢人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要把資產轉移到國外 因為那個習近平類似毛澤東這種的整肅 類似土改和公司合營這樣的整頓企業 那現在又發展到整個證券公司 那簡直是要他們的命 外界普遍認為 北京的這一連串動作 使得中國公司的海外融資前景旱旦 反正是漁和熊掌不可兼得 是吧 他現在呢 他自個兒圈錢 他給自個兒留著 他到國外上市圈錢 有他資本的 那他可以放密碼 但是呢 比他發展的更早的 江湖時代的那些政治大佬們 和一些資本大佬們的利益 他就要不管不顧了 目前滴滴的股價已跌破發行價 有多家美國法律事務所 已對滴滴採取索賠調查行動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截止到7月7號指 全球因中共病毒染疫死亡的病例數 突破400萬大關 由於中共一直隱瞞疫情 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同一天 印尼主持科興疫苗試驗的首席科學家 感染病毒而死亡 也在這一天 新加坡當局宣布 中國產的科興疫苗 不計入國家疫苗接種計畫當中 印尼負責中國科興疫苗臨床試驗的首席科學家 維諾利亞因染疫死亡 印尼國有企業部長托希爾在IG發文哀悼 並指出 維諾利亞的過失 是國有製藥公司的巨大損失 印尼國有製藥公司發布視頻 細數維諾利亞對國家的貢獻 印尼新聞網站Kamberman報導 維諾利亞死於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Cyndenews網站引述印尼國營生物製藥公司官員指稱 維諾利亞的遺體已經依據防疫配套作法下葬 因為這個科興疫苗它是屬於在技術路線上它是屬於滅活疫苗 這種疫苗它的技術特徵就是它的特異性是非常高的 它只針對著滅活的這個毒株這種毒株它的效果好 而對變異的毒株它的效果就非常差 這位印尼科學家他打的科興疫苗 他仍然感染這個病毒去世 可以說就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它就是再次證明了中共的疫苗 它更像是或者說更多的是一種政治工具 而不是能夠真正救人的良藥 維諾利亞的死訊帶給印尼民眾更沉重的壓力 印尼目前平均每天有2萬起中共病毒肺炎確診個案 即使廣泛使用科興疫苗 當地也開始擔心疫苗提供的保護力不足 那肯定會加深印度尼西亞的居民 對科興疫苗有效性的擔憂啊 那另外對科興疫苗的形象 公關整體上來也是可以說是災難性的 路透社報導 新加坡當局發出公告表示 接種科興疫苗的人 將不會計入施打疫苗的人數當中 也就是新加坡未來接種中國疫苗的人 將不被看作完成接種 在進入某些場所前 也不能免除肺炎的篩檢 新加坡政府對科興疫苗的態度轉變 那就顯示了這些開始接受中國產疫苗的國家 已經開始轉向了 從一開始在猶豫猶豫的接受 到後來開始產生不信任 那直到現在開始排斥中國產的疫苗 所以那加上現在美國和歐洲幾大藥廠的疫苗的供應量 在新加坡的逐漸加大的話 這個影響也在擴大 那我實際上可以預計 中國產的疫苗在總體上 由於它的有效性太低吧 會逐步的被擠出它期望佔領 或者已經佔領的一些國家的市場 科興疫苗今年6月獲得WHO的緊急使用批准後 新加坡允許私營的醫藥機構透過特殊管道 可以施打科興疫苗 外傳新加坡許多人 強打中國制的科興疫苗 主要是當地華人或來自中國的商人 方便未來返回中國不必再進行隔離 然而科興疫苗的有效防護率卻備受質疑 以這種方式來含蓄的否定中共疫苗的有效性等等 這些行為呢 它都對中共的疫苗外交 是構成了一個沉重的打擊 製藥公司醫學總監諸偉表示 可以預計中國產的疫苗 會逐步失去這些海外的市場 那個科興疫苗和另外一種中國產的疫苗 所謂的國藥疫苗 雖然在今年的早些時候 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列入了緊急使用的清單 但這兩種疫苗在一些國家開始施打以後 反向都有就傳出了一些 對這兩種疫苗的有效性的質疑 現在包括一些中國的衛生官員 都開始不得不承認中國產的疫苗 不能保護已經接種疫苗的人 免受病毒的感染 評論認為 像新加坡這種比較親共的國家 都公開拒絕中國產的疫苗 那就說明科興疫苗的有效性 已經到了讓人無法接受的地步了 華大與中共軍方合作收集全球孕婦基因 路透社在7月7號披露 中國基因巨頭華大基因與中共軍方合作 開發了一項產前檢測 通過它收集全球數百萬女性的基因數據 以對人群特徵進行全面的研究 路透社7號曝光 中國基因巨頭華大基因 和中共軍方合作開發了產前檢測 利用它收集幾百萬女性的基因數據 以提高人口質量並進行基因研究 如何對抗士兵的聽力損失和高原反應 華大基因從2013年開始推廣這項簡稱為NIFTY的 胎兒染色體異常無創產前基因檢測 只要檢驗孕婦的血液檢體 就能知道胚胎是否患有糖氏綜合症等疾病 華大還保存母親的遺傳信息 包括國籍、身高和體重等個人詳細信息 但不包括姓名 32歲的波蘭人艾米利亞接受過NIFTY檢測 NIFTY檢測是產前常規護理的一部分 但是給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數據 比如說有一項華大基因的研究 用軍用超級計算機重新分析NIFTY數據 並繪製中國女性中病毒的流行情況 尋找她們患有精神疾病的指標 並挑出藏族和維吾爾族少數民族 以找出她們基因和特徵之間的關聯 艾米利亞表示 自己簽署過同意書 同意她的基因數據被存儲並用於研究 然而她不知道自己的信息 最終可能會落在中共手中 同意書裡沒有說明這一點 至今 全球已有800多萬女性做過NIFTY檢測 NIFTY產檢在全球至少52個國家銷售 但不包括美國 華大基因只承認 有收集中國民眾的相關數據 但路透社發現 至少有500名接受殘劫女性的基因信息 包括外國女性的 儲存在中共政府資助 華大管理的深圳國家基因庫中 路透社還說 目前雖然沒有發現證據顯示 華大基因違反了患者隱私協議或法規 但是NIFTY測試網站上的隱私政策表示 如果收集到的數據 與中國的國家安全或國防安全直接相關 就可以對外共享 華大基因與軍方在產前研究方面的合作 之前沒有被報導過 但路透社發現 從2010年以來 華大和中共軍方至少就這些測試發表了十幾項聯合研究 包括測試和改進產檢或分析數據 美國認為 華大收集並分析人體基因資料 已對美國構成國安威脅 美國政府顧問曾在今年3月發出警告 華大基因正在利用AI收集分析的大量基因數據 為中共獲得最大最多樣化的人類基因組 藉此得到軍事戰略優勢 還可能出現基改士兵 或對美國民眾食品進行有害的基因工程 艾米利亞說 如果她瞭解到華大測試的研究範圍 她會選擇其他產檢 這些檢測可能會繼續寄寄 為何不指望患者 可能是在選擇檢測的問題很重要 我會是 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重慶民間演說家韓良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名 秘密抓捕 秘密審判 秘密關押三年半 今年6月5號刑滿後 又被秘密拘禁一個月 7月4號終於回到家中 5號 他和他的法律顧問謝丹在網上發表聲明 指控當局針對他抓捕 審判 嚴重違反事實和法律規定 並聲明自己無罪 7月5號 天津維權人士張建中遭警察上門強制傳喚 罪名是尋釁滋事 理由是在網路上發布信息 接受外媒採訪 湖南異議人士歐彪峰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已經失去自由7個多月 目前仍被關押在株洲看守所 據稱 案子還未移交檢察院 7月5號 警方約見他的妻子 通知他 案件將由官派律師接辦 廣州維權人士王愛忠 5月底被警察從住所帶走 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7月7號 警方通知家屬說 王愛忠已經被正式逮捕 並向家屬透露 王愛忠的被捕 與他多次接受外媒採訪有關 新西蘭執政工黨有國會議員 批評中共活摘人體器官和強迫勞動 要求新西蘭政府對華採取強硬態度 新西蘭總理表示 已經向中方提出器官移植問題 強調新西蘭沒有進口器官 並且已經在立法了 新西蘭執政黨工黨女國會議員 路易沙沃爾7月5號 接受新西蘭國家廣播電臺採訪時指出 中國有人被強迫摘取器官 如心臟、肺、眼睛和皮膚 供全球器官黑市交易 沃爾引述英國御用大律師 尼斯發表的調查報告 中國持續有政治犯被活摘器官 並流入黑市人體器官國際交易市場 新西蘭國家廣播電臺引述坎特勃雷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布雷迪的話指出 新西蘭執政黨國會議員少有針對中國批評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認為 這是新西蘭的一大轉變 這位議員他在講話當中批評了北京的一些做法呢 他不僅僅是說打破了工黨內部避免批評中國的作風 他能夠敢於在國家廣播電臺在公眾面前去講這個問題呢 這個本身就是說他是在代表著一定的群體當中的 就是國會議員包括一定民眾的這個聲音 邢天行表示 中共從來都是迴避 並否認活摘器官這個敏感話題 現在隨著國際社會對疫情追責的潮流 中共恐怕無法避開這些問題了 當然有人敢於公開的發聲 那也就是他到了必須要改變的這樣一種地步 就像一個潮流一樣 它一旦衝開了一道閘門 那麼後邊隨著而來的這個情況就可以想像 那對於中共問題的這種揭露 或者是這種要求政府對中共採取相應的制裁措施呢 就有可能隨之而來 中國大陸99年以後 海外獨立人權組織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言人汪志遠表示 中共大規模活摘人體器官的黑幕被曝光 幾十年來 國際社會至少出臺了8大調查報告 正是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器官 大規模的活摘公民的器官謀取暴力 用這種方式消滅一個群體同時謀取暴力 用這種方式去鼓勵犯罪 你想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政府 王志遠表示 2006年曝光的中共活摘人體器官震驚世界 然而這麼多年過去了 輿論也只停留在譴責上 中共用經濟的 政治的 貿易的 各方面的力量去讓世界笑聲 讓世界看內意而不看這個道德良知的底線 這就是造成了目前這麼一個狀態 不光是陷於法輪功一個群體來 是關乎全社會 全世界 是因為它這個直接是在毀滅著人類的道德底線 曾在國際刑事法院任職的 英國運用大律師尼斯發表過一份長達600頁 名為《中國法庭的報告》 這份報告指出 中國因器官移植 而殺害政治犯的事件仍在繼續 許多人在此過程中慘死 那我們看到英國這個律師呢 他有這樣一個報告 也是這個過程當中的這種行為的一部分 美國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市6月22號 通過了抵制中共活摘器官的決議案 這也是弗吉尼亞州第15個通過相關決議的縣市 發起決議案的市議員 希望拜登政府能直接向中共提出這個問題 中國大陸民眾表示通過各種現象認識到 中共和中國人民利益上是敵對關係 他們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上海的徐炎晨說 借用網上人們點評中共邪魔黨的一句話 那就是無論是抗日戰爭真相 還是中共對共產主義的認識 對文革要反覆的強調 對全民搞愚民政策的知識無用論等等 真實展現了中共與中國人民 利益上的敵對關係 中共邪魔黨是反人類的全球最大黑社會組織 我退出中共邪魔黨組織做中華真人 瀋陽的天元說 我信佛信善 中國的老百姓生活艱難 肆虐的瘟疫就在眼前 我聲明退出小時候參加的少先隊 求神佛保佑我平安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 再會